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网上的消息 当局派出人员强行拿走了现场悼念死战者的鲜花和玩具 并驱散了悼念的人群 这一段时间以来 所谓的报复社会的案子连续发生了多次 就是针对学生的案件 这已经是不长时间内的第二次了 上海的这个杀小学生的案子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那就是凶手是大学毕业生 涉嫌报复社会的大学毕业生 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见的 据警方在案发当天的通报称 犯罪嫌疑人姓黄 29岁 无业 2018年6月初来到上海 因生活无拙 产生报复社会的念头 进而行凶 警方还说 黄某被捕后 就说了句 因为心理不平衡 关于作案的动机 网上还有另一种说法 一半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被这所小学退学 却不退还几十万的赞助款 所以才报复社会 然而这种说法却遭到了有关当局的否认 警方甚至以造谣的名义 迅速处置了八名相关的人员 这些年 每当发生社会关切的重大事件 当局首先就是封锁消息 民众看不到相关人员的言论和态度 看不到相关的报道 政府成了唯一一个信息的发布源 民间的一切说法都成为了谣言 相关人员成为警察全力打击的对象 而官方的报道往往是漏洞百出 当局的这些做法 不能不让百姓们怀疑 当局一定在隐瞒事件的真相和背后的原因 否则为什么要封锁消息 不允许当事人说话呢 综合官方和网上的一般消息 杀人凶手名字叫黄一川 1989年生人 2007年考入湖南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2011年大学毕业 可能还读过研究生 如果此人确实是警方公布的那样 生于1989年2011年大学毕业 那么如果毕业第二年生孩子 今年孩子刚刚六岁 应该是在稍后的秋天入学 如果读研究生 那孩子就更小了 总之 他的孩子读小学的可能性比较小 读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的可能性就更小 据报道 这个上海世界外国语小学 是一个有名的私立学校 收费昂贵 不是一般的打工族能够承担的 何况一个毕业没几年 没有特殊家庭背景的普通大学生呢 另外 按照网上的消息 黄一川六月前还在广州珠海生活 六月七日到达上海 入住浦东东明路龙昌旅馆 也就是说从黄一川来到上海到实施杀人 中间总共只有20天的时间 一个陌生人到上海20天时间 如何就能积累一下如此的仇恨 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呢 这有点令人费解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黄一川来到上海住在浦东 而案件的现场浦北路上海世界外国小学 距离他居住的旅馆10多公里 他为何要跑10多公里去杀人呢 就算是要杀小学生 他居住的浦东一带也不会没有 他为何要特意坐车到世界外国小学呢 至于他是否有孩子 在世界外国小学读书 姑且不论 可以推断 在世界外国小学行凶 却是黄一川精心选择的作案地点 从另外的一则消息 也可以强化这样的判断 据国内的媒体 石家庄传媒网报道 黄一川到达世界外国小学后 先来到对面的一个粥铺 买粥吃 据知情人说 大约上午10点多吧 他来到我们粥铺 当时人多 我们忙 他要了一碗粥 跟他要15块 他还觉得贵 当时人多 我说需要等三两分钟 可是付完款了 粥没吃 他就走了 说出去办点事 急着走了 最后也没回来吃 从这个报道的细节当中可以看出 黄一川对世界外国小学的日程安排 把握的非常仔细 知道当天学生们的下学的准确时间 否则黄一川不会花钱买了粥 却顾不上吃 这碗粥 大概是黄一川在外边的最后一顿饭 他自己应该很清楚 所以 虽然说 黄一川的这个行为可能是报复社会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 社会如此之大 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所小学 虽说是报复社会 但黄一川并不是漫无目标 从前边的相关信息可以推断 黄一川在那里杀人 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随机事件 而是精心选择了这个上海著名的私立外国于小学 他无疑是想着这个事情能够产生轰动性的效果 最大限度的吸引人们的关注 很有可能 黄一川是专程来上海杀小学生 报复社会的 问题就在于 黄一川为什么要报复社会 也就是说 在杀人案件的背后 很可能还有其他的案件 他报复的是社会 但主要的责任却并不在社会 而在于政府在于当局 因为这个社会完全没有自主性 完全受制于政府 就这一点来说 公众应该有知情权 当局应当给公众一个说法 用一个报复社会 是无法将这个案子敷衍过去 还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事情 案发后不久 一名被害学童的母亲 就在家长群组内写道 我的孩子去了天堂 他陪了我们十年半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他留给我们的都是微笑和正能量 亲们 为他点支蜡烛 照亮去天堂的路 爱他在余生的每一天 不要问 不要慰问 只要嫉妒这个好孩子 我们爱他 他也爱这个世界 从这个母亲的微信当中 完全看不到一丝的悲哀 一丝的愤怒 似乎孩子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折磨之后 获得了解脱 家人也如释重负 幸福 微笑 正能量 这根本就像一个在凶杀案件中突然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的话 倒像是一个对孩子毫无感性的旁观者的劝慰 甚至是幸灾乐祸的风凉话 有网友说 被维稳了 孩子爹妈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 哥哥发了朋友圈 似乎有难言之隐 还有网友说 这不是正常母亲的反应 孩子刚死两个小时 这么平静 就是养的狗死了 也得别扭几个星期吧 总之 这封短信给人的感觉是 当今的中国实在是太不正常了 简直太缺乏基本的人性了 很大的可能性 是有人盗用了母亲的名义 或者逼迫受害者的亲属 发了这样一个冷血的短信 这说明 有人极端的不希望 民众去关心这个震惊世人的案子 网上有消息说 黄一川出生于湖南偏远的隋宁县 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母亲很辛苦的抚养他成人 黄一川非常努力 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 虽然说 他的家庭并不是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但也是属于缺乏社会资本的那种家庭 在大学毕业生 就业遭遇严重困难的时代 这些缺乏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子弟 确实非常的艰难 不排除黄一川在毕业后 经历了极大的磨难 甚至遭受了非人的待遇 由官方媒体报道 一个据称是黄一川的同学的人说 黄一川在大学时有点反社会的感觉 不知道这个说法的真实性如何 按照这个说法也就意味着 黄一川很早就有犯罪的倾向 可问题是 他为什么没有在他工作和生活的广东杀人 确保到千里之外的上海来杀人呢 按照常情来推断 他并不是彻底的走投无路了 他才29岁 即便一时没有工作 他完全还可以回到家乡 在母亲那里暂时休息一下 但是他为什么做出了如此违背常情的举动 导致他这次杀人的根源是什么呢 这次杀人的行为属于反社会不假 但是具体的诱因又是什么呢 除了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之外 他个人以及他的家庭 是否还有特殊的遭遇 黄一川是否遭受过侮辱和欺压 倘若如此 政府有义无调查追究 因为导致无辜孩子的死 那些伤害了黄一川的恶人 也是这次杀人案件的共同的罪犯 政府掩盖真相 等于变相的鼓励 制造新的报复社会的案件 无论如何 这个案子又一次警告我们 这个国家真的是得了大病 普通的百姓经常是祸从天降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房子被拆了 家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失踪了 儿子女儿没有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下 突然就发生了一桩反社会的案子 几个学生突然就被杀了 陕西米纸四月份发生的 恶性杀人案件 十多个学生死伤 当局只是给了一个报复社会的 说法 便永远没有了下文 结果两个月后 上海又出现了恶性杀学生的案件 可以想象 当局一定会像处理其他重大影响的案件一样 隐藏上海砍杀学生事件的真相 草草了解此案 直到下一个类似案件的发生 再让无辜的百姓受害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作为平民百姓想要活下去 仅仅得到物质条件的满足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制度 和可以信赖的政府 允许我们获得生存所必须的信息 否则在危机四伏的今天 我们随时可能成为各种暴力事件的受害者 凶手黄一川杀害学生后 被在场的群众所制服 并非是官方所报道的那样 是警察在民众的帮助下抓住的 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 黄一川是被用一个很宽的袋子绑了起来 这显然不是警方的做法 警察应该使用手铐 这说明黄一川是在警方到来之前 就被在场的民众勤获了 否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 事情发生后 去学校的路上部署了大量的警察 令人愤恨的是 如果在孩子们上下学的那个时间 那有两个警察在这里巡逻 可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香港的明报对此发表评论说 中国大陆一方面监控无孔不入 一方面对重大隐患又全无察觉 说明安全部门疏于尽责 当局重视政治安全 甚至于社会安全 这真是一语重地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当局完全不在意民众的死活 很大的可能 黄一川就是想通过这个案子引起外界对他的关注 但是当局既不在于小学生的死活 也不在意黄一川的死活 更不允许民众关心小学生的死活 了解黄一川的遭遇 当局在意的只是他们政权的稳定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小民之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